欢迎回来 在今年的Minecraft Live上跟往常一样 他们又透露了一些1.20的新消息 首先1.20的更新目前是没有名字的 它会在2023年发布 它的快照版本会在几天后就放出 这一次他们会加入7个官方的新皮肤 把政治正确的buff完全叠满 然后具体加入的游戏内容 首先还是在生物方面 加入了骆驼 骆驼可以两人骑乘 它的速度比马慢 但是它冲刺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 能够跨过一些沟壑之类的 玩家坐在骆驼上面的时候 位置会比较高 像僵尸一类的怪是够不着玩家的 它的食物是仙人掌 用仙人掌也可以繁殖 方块和物品方面 这一次会加入悬挂的告示牌 它是用剥皮的木头来做成的 它有三种悬挂状态 相对普通告示牌来说稍微贵一些 这一次还会加入竹子相关的各种门 扮砖 楼梯 栅栏 之类的 这一套也会整个假期 但是它不能坐船 能坐的是竹筏 竹筏也可以带箱子 最后还加入了可以放书的书架 这个书架是可以放六本书 可以放普通书 正在写的书 成书 还有附魔书 放书的多少和放书的位置 可以被比较弃 读出来不同的书 最后是这次的生物 sniffer 秀秀 以超半数的优势胜出 所以说生物方面还会加入sniffer 方块和物品方面还可能会加入新的远古植物 整体上他们发布会提到的东西不多 说的话都比较保守 他们也说了是吸取了前几年天天画大饼 然后实现不了的经验 所以他们说少一点 到最后做的多一点 大家就会比较满意了 从他们字里行间说出来的意思是 这一次的主题是偏向于storytelling 就是说讲故事 我怀疑有可能是偏考古的 好了 这一次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